本田嚴治分析20年以來 我們都利用價值的銀行500萬的理石 來提供向來學生的總學金申請 在100坑年裡的總學金上過的班情 就在學長進大學的中性格 就都對國中性領教變大學生 他說這比總學金對於幫助很大 環境外面和國小學長帶來 武動刺激無德能出來為華東差的氣氛 這就是本田嚴治分析在廟前 講廟基班的將做學金的班情電力 有人一領就是連三領八年 就都對國中性領教讀大學 每年這三千塊我覺得我都可以去買一些 像是說那個讀書用的啊 譬如說參考 以前是參考書嘛 那現在就可能是鞋子啊 或是我現在眼鏡壞掉嘛 就是想要換眼鏡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三千塊的幫助 其實是蠻有用的 本田嚴治分析利用民國八十二年所 關閘500萬抗債銀行生的理石 並將理石錢 拿來當作是將做學金 日前也已經基盤二十年 廟方表示只要負責財 煩惱向四個月以上 日前國中學生平均每科八十五分 國中平均成績八十分 國立大學平均七十五分 蘇利大學平均八十分 都能向幾分次來申請到將做學金 以前是五百萬的利石 但現在利石都不夠 所以我們這邊都會每一年都會想辦法 一直鼓勵 我們地方的主題可以 托車越托越厲害 盡量來學習 所以說我們的將學金 都一定補得夠 你國中頒發一千五百塊 國中頒發兩千塊 大學頒發三千塊 你一百塊二年會將做學金 國立大學二十五人 蘇利大學三十七人 國中借三十九人 國中三十三人 總金也是三十一萬三千五百塊 這就是空教洪環豆香 彩虹不得